5月初的北京 满城飘雪 杨柳须纷飞 连日来 最高气温超过25摄氏度 天气干燥 微风震震 杨柳树的种子 开启一生的旅程 它们裹在毛茸茸 雪白的毛絮中 轻盈地飞扬在 北京各个角落 寻找舒适安逸的新家 行人各个戴口罩 竖领子 飞絮依旧无孔不入 房不胜房 对于北京的张桂春来说 这些不速之客 让他屋顶菜园里 刚刚种下的小菜苗 受到威胁 这个柳絮啊 它就糊在这个小苗的肩部了 因为苗孩比较弱比较小嘛 影响小苗的生长 在楼底中菜呢 它真是有应用难度 我试验了三年才成功 可心疼了 就怕柳絮给它糊上了 它不长了 目前张桂春 这座近100平米的屋顶菜园 种植了辣椒 西红柿 茄子 黄瓜 西瓜等等 将近20种100多颗瓜果蔬菜 用中药种植的菜园 每年一到收获季节 都会吸引来各国媒体报道 国内外种植爱好者参观学习 对待这些恼人的飞絮 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靠宅 我试验了 拿水冲都不行 或者拿吹风机吹也不行 只能是宅 没别的办法 这个手指头一个一个宅下来 宅子有自己剩的刺痱 一边恼一边宅 一边恼一边宅 守宅杨柳絮 确保小菜苗存活 这几乎是张桂春 每年播种后 都要面临的困扰 实际上 整个北方地区的春季 羊柳飞絮由来已久 羊柳于淮春 是中国华北地区 五大当家树种 其中 羊树柳树 是最经济 且能最快成荫的行道树 40年间 羊柳树们成功完成了 防风防沙的历史任务 而今 正值果实成熟期的羊柳树 生存繁衍的本能 又造就了飞絮播种的现象 这我了解 北京有羊柳树 有300多万棵 当温度大概在十几度 二十度的时候 果实炸裂以后 它这个毛 相当于种子的一个翅膀 然后扩大它的分布区 所以从植物的进化上来说 它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植物 每一棵成年的羊树 它能够产生几十万 到一百多万一种子 同时 如果我们把这些种子的毛 收集起来 大概它能够收集到一公斤左右 所以这个量 如果全部飘散在空气中 可想而知非常大的 从前 飞絮可以降落到绿地 水池 如今 城市规模不断扩大 硬质干燥的马路和建筑表面 让羊柳树无处附着 导致它们只能反复被风吹起 随风飘散 这不仅容易引发人体上呼吸道 和皮肤过敏反应 还极易造成火情 甚至爆燃 然而 生物特性使然 羊柳树选择飘蓄 其他的行道树 其实也有自己的小个性 其实北京的绿化的树种 有上百种 但是这些树 它也有各自的缺点 比如像银杏 它的种子成熟以后 会有一种恶臭味 像油松 在一种病态情况 它会流松枝 掉在衣服上 车上也很难洗掉 国怀它的问题在于 它很容易长虫子 这是大家所知的吊丝鬼 包括玄令木 由于大家所知的 法国巫童 它被称为世界行道树之王 它也有它自己 非常严重的飘毛的问题 而且它的毛更加细 而且硬 更容易引起 大家的过敏反应 从全世界的角度来看 在欧洲最常见的行道树 就是欧洲切树 它的叶子不耐灼烧 然后在北美的话 特别是加拿大 它有一种非常有名的树 叫唐漆 它的树干里面是会流糖的 它很容易感染白蚁 蚂蚁 所以说每一个物种背后 它有它的优点或者缺点 自然界本身 它并不是光为人类而设计的 首先我们要认识自然的规律 同时我们要合理地去利用 我们的植物资源 为我们的城市建设服务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杨柳树对于北方地区防风防沙 吸收污染气体有极大的生态效益 以杨树为例 一株胸径20厘米的杨树 一年可以吸收二氧化碳172公斤 释放氧气125公斤 制成16公斤 它们的生态作用远远大于 飞絮的影响 因此不能一砍了之 简单粗暴的处理 近几年 北京市已经在重点区域 陆续更新树种 书法 修剪 化学液花等方法 综合治理40万株 杨柳磁株 科学家也在着力培养 不飘絮的杨树新品种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表示 到2020年 北京市的杨柳飞絮 将得到明显改善 实现有序不成灾 预计很长一段时间内 杨树依然会是中国北方 最常见 最离不开的树种 从户外到室内 针对杨柳絮的自我防护问题 依旧需要我们的重视 杨柳絮它是这种大的 悬浮颗粒物 本身它容易作为一个载体 和空气当中的甲醛 尘土 汽车尾气 甚至汽卷 病毒在吸附这上面 对人体健康有伤害 我们现在看到 除了防室外的柳絮以外 还要防进入室内的柳絮 这种一般会被大家忽视 实际这个季节 一个最大的空气质量问题 是空气特别干燥 除了传统的净化器 新风机以外 如果家里有加湿器的 建议大家多用 而且像有些没有这种水器的 离心式加湿器 能尽快地增加空气湿度 第二个可以净化 包括柳絮啊 羊絮这些大的颗粒物 梨花蛋白柳生青 柳絮飞食花满城 四十多年前 这批羊柳树极大缓解了 中国北方地区的风沙问题 也已然形成了一种 稳定的城市生态 人和自然 始终在不断双向选择的过程中 未来的城市 或将需要更加多元的生态模式